Hello 大家好 離我們正二光的比賽 是越來越近了 27號及鴿 然後28號早上開龍 最近這幾天 由於家裡的事情太多了 家裡出了一點小狀況 所以這鴿子我們都基本沒有怎麼理 只是每天上來餵一下 所以第二光 我們能飛得怎麼樣 太懸了 本來正常的話應該會去信放個一趟兩趟了 現在是沒有時間了 每天都是抽點空 然後上來餵一下鴿子 有時候連加飛都沒有放出去 鴿子的精神狀況 那花鴿子一直在縮頭 沒有時間過來理啊 所以現在對第二光也是沒有什麼信心啊 聽天由命了 也不知道能飛得怎麼樣 而且目前看 天氣不是很好 也鴿子也剩下不多了 200多個 估計分分鐘要滅光的節奏 這就比較麻煩了 看到沒有鴿子的狀況 大致就這樣 反正這幾天就是有空上來餵一下 也沒有訊放啊 也沒有用藥啊 什麼都沒有 真的是 有點事 剛好有點事 也是有點忙啊 所以弄不過來 這邊 小鴿子都已經自己跑下來了 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時間過來把這些大鴿子抓了分棚 你看 這些小鴿子現在都自己下窩來了 很多都跑下來了 因為確實是有點大了 差不多有一個月了吧 正常的話 二十三四天 我們的鴿子就會 移開了 就會分棚了 後來要給他帳篷啊 現在有點大了 到時候帳篷的話 可能就會 比較麻煩一點 開家會比較麻煩一點 沒辦法 剛好碰到一些事情 你看 這個看不清楚啊 有點反光 小鴿子全部跑下來了 就在那個 角落那裡 一個小鴿子 你是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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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看一下 上面 這個 這個 兩個也跑了 這個也跑了 你看 都飛到這個 會上到7架來了 就說已經會飛了 然後那個角落那裡 你看 好幾隻 都是小鴿子 這裡面也有一個 再過 你看這個小鴿子現在很能飛了 直接上到最高的西架 過多幾天吧 過多幾天閒下來了 我們好好的來整理一下 現在最主要的是 小鴿子還以為是開家比較難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開的嘛 就是鴿子 給它漲紅漲久一點 應該問題不大 現在最主要的就是這些賽鴿 因為沒時間來打理啊 鴿子的狀態也沒有保持的很好 反正怎麼說呢 對第二關就是憂心重重吧 還是那季只能聽天由命了 27號往上及格 有可能自己還去不了 要叫個哥友幫我抓過去了 希望能 還是12個 希望能回多一點吧 主要那幾個大黃啊 還有一些下暗插的 回來就已經很滿足了 聽天由命吧 好啦 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吧 感謝大家的關注跟支持 我們下個視頻見